我担心我爸 我爸要经历这样的生活 有点可怜 因为我发现 已经有点开始要 你妈已经有这个苗头了 对 当然就是我相信呀 您确实在前三十年 受的苦 受的累 操的心很多很多 但咱不能打击抱负吧 凡事都有度嘛 我们在鼓励 去找到自己的生活 和兴趣爱好的时候 其实家人的感受也很重要 我相信在您前三十年 操持家庭生活的时候 如果您一心一意在家里面 这边忙得热火朝天 那边是两耳不闻窗外 是两手一摊的不作为 您心里肯定也不好受吧 然后觉得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所以现在这情况 就颠倒过来了 因为您操持国家 所以您很能理解 在家里面操持这一大家子事 是有多么的繁重 每个人的感受都要顾虑到 更何况现在是三代人在一起 最重要的在于 您买房子这个问题 您想着说 哎呀 这房子不是为我自己的 我是给孩子们留的 这将来都是孩子们 没错 可是毕竟您才六十岁啊 那也就意味着 您有了这个房子之后 是不是要从这个大家庭当中 搬出来到这个小房子呢 现在买了房子 说的是我就是为了跟姐妹小聚 那以后只要一吵架 一有矛盾 您就躲到这个房子 日积月累 日久天长 那您就慢慢从这个大房子里面 脱离出来 如果 她在外面 有一个房子 你会怎么想 有的时候我爸我妈吵架 我就劝一句 我说都这个年纪了 就互相想一想彼此 这事换一个 换到她的身上 这句话很老 很陈旧 但是你仔细地静下心来想 能敲很多的心头戏和怨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 每一个人都会有瑕疵 但是对方愿意包容我们的瑕疵 我们不能就此把瑕疵放大 你既然包容了我一 你就得包容我二 继续纵容下去 我觉得这个房子的问题 真的是要慎重 您是自己一个人开心了 那这一大家子人怎么办呢 我相信您一个人幸福了 全家人都开心 但不能把您一个人的幸福 建立在全家人的痛苦之上 谢谢 谢谢莎娜老师 来 吴老师 还有一个词叫报复性补偿 什么叫报复性补偿呢 打比方说我减肥 我饿了两天 饿得不行不行的 这个时候带我去一个饭店 给我一本菜单 我能点半本你知道吗 这叫报复性补偿 米娜老师频频点头 说我经常这样 我饿极了 我吃得太饿了 我必须今天吃个够本 您现在就有一点这个苗头 就是因为你放弃了太多东西 今天终于让我逮着机会了 我可得把所有事情一下子给 全部来玩一遍 所以你看 跳舞啊 武剑啊 太极拳啊 乒乓球啊 运动啊 七七八八所有事情 但凡您这个年纪能参加的 你全参加了 但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报复性的补偿 对于您来说 或对于你们家人来说 其实都会撑快 它不是你真正所需要的 其实你弥补的是什么 弥补的是你以前那些抱怨 所以我的意见是这样的 就是您退休去玩那个东西 我特别支持 你玩得过来吗 那些东西对你的身体 对你健康 对你时间有损害吗 对你的整个情感有损害吗 那么多的社交关系 那么多的人际关系 对你来说真的不是烦恼吗 你刚刚说 我一个个打败他们 终于站到C位 这种心态对吗 第二个 我一直以来保持一个观点 一个人无论是工作也好 还是爱好也好 永远不能突破亲情的底线 刚才您说别的话都没有问题 一句话我听了不舒服 他说孙女儿要吃饭 您说他想吃我就给他做吗 不能惯着他 我觉得这话有问题 吃饭真不是一个天大的 惯着人家的一个 交纵的一个事情 你不能对他的抱怨 落到了别的情人屏上 爱好是不能突破亲情的底线 否则这个爱好到最后就是 无人喝彩的自娱自乐 对您的问题 您最大问题是什么 就是您今天站在舞台上 说的所有话都有道理 一件事情你没道理 您没有感恩之心 您讲最多话是什么 跟我说不着 人难道你就不用照顾家里吗 我不管 过去那三十年 人又要上班又在家里面 照顾您和孩子白瞎的吗 儿子多大了呀 三十 儿子三十多了 孙女也挺大了 都他一手拉扯大的 白瞎的吗 干了三十多年那么辛苦 这会儿我出去玩一会儿 是不是应该的 他那个突破亲情底线 那个我刚说他了 是不对 但是他出去玩这件事情 是不是您应该为他叫好 是不是您应该说 对老伴 您辛苦了 出去玩吧 今天饭我做了 您回来吃就行了 是不是应该这样 所以我对您就一个要求 这是老年人之间 我们要学会相互独立 相互要有理解和努力 去看看他跳舞 去看看他打乒乓球 看看他舞剑 为他鼓个掌 行吗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张老师 我特别能够理解 刚才岩女士那句话的 话外之音 他不是不想给孙女 做那顿饭 而是他这过去的三十七年 一直家庭 是他好像永远无法摆脱的 一个负担 伺候完老公 伺候儿子 伺候完儿子 还要伺候孙女 现在你自己 也到了这把年纪 也有很多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也想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而且老头 他不仅不支持我 还天天给我添乱 是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是要挺您的 从来没有哪条法律规定 家务活 就应该是女人做 恰恰相反 夫妻应当互相尊重 互相关爱 夫妻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 应当是平等的 而且 这位妻子 已经默默地付出了三十七年 董先生 我觉得您真的 像刚才陆老师说的一样 去多去体谅 多去感恩你的太太 现在退休了 您也退休了 终于有人可以来接下手了 人家去发展一点自己的兴趣爱好 有什么不对呢 您不仅不应该在背后使坏 把人剑给穴舌了 把人那什么时间给耽误了 让人参加不了比赛 您应该去做他的忠实粉丝 跟他一起去 跟他一起学 给他叫好 给他加油 这才是一个丈夫 该做的事情 当然了 咱们这位严女士 您也犯了一个货物 就是买那房子 从法律上来讲 你买那房子 得跟老伴商量 因为夫妻在婚姻关系 从业期间所取得的财产 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处分 是要达成一致才可以处分的 这叫平等的处分权 您说您没跟他商量 擅自做主 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 为了逃离那个 让您觉得 好像是无期徒刑的 做不完家务的那样一个家庭 擅自动用夫妻共同财产 买了一套房子 这事绝对不合适 也侵犯了人家 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共有权 但是呢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两位风风雨雨 一路走来 37年 疏为不易 希望两位呢 到了这把年纪 能够互相理解 互相尊重 多一些陪伴 好 谢谢张老师 来 宁娜老师 其实严女士不是一早就 自己跑出去玩 把家庭放在一边的 不是 在退休的最初的几年 您希望的是 和她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所以可能很多老师在说 您在追求个人爱好的时候 忘记了这一趴就是 她起初先忙着钓鱼 忙着自己打麻将 把您落在家里 又是一个人面对家务活 无聊 独守空房 等等 这一切 才会使您觉得 我既然在家里 找不到那个 跟我一起玩的人 那我出去跟小伙伴们 发展我的兴趣爱好吧 如果一早的时候 您就愿意陪太太旅旅游 愿意跟她一起 到楼下健身 跳跳广场舞 可能她的舞伴是您 可能她跳的 不是广场舞了 是跟您一起 跳拉丁 跳什么别的 如果一早的时候 钓鱼的时候 您拉着她 坐在您身边 可能你们两个人 都是钓鱼高手 在最早的时候 您选择 又让她待在家里 自己去发展兴趣爱好 可能您的兴趣爱好 发展不通了 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 导致您回来了 您回来了 又希望她能够 步调一致 陪在您身边 我觉得您想多了 要求的太多了 这37年来 您要的都太多了 其实我特别理解 严女士 我也特别理解 严女士这个时候的 所有的情绪反应 当您丈夫在说 您去买这些衣服 您在买练剑的 练太极的时候 我就在算 如果前37年 您不是为了家庭 为了工作在忙 而有时间发展 业余爱好的话 您可能也用掉了 37套练功服 37套舞蹈服 37把剑 对吧 现在她买了这么多吗 并没有 她可能就买了 四五套练功服 四五套舞蹈服 来作为自己 对于错失的 那37年的补偿 这有问题吗 假如前37年里头 她都忙着 在发展个人 兴趣爱好的话 那么您的家庭 怎么能够这么完整 您的事业 怎么能够达到 您自己所满意的 这样的一个地步 当您说 家庭活动 所有的人必须得参与 不可以因为 个人兴趣爱好 而把家庭活动 放在第二位的时候 我就想问这两位了 你们当初真的没有 因为工作或者工作 组织的活动 而把家庭扔到后头吗 有吧 在扔家庭的时候 你们的理由是 因为工作重要 工作第一 对吗 所以当你们退休了以后 你们的人生 当她给自己 找到了新的乐趣 她把她的跳舞 当成了一项事业 来做的时候 她又按照 过去的一些想法 工作放在第一位 怎么就又错了呢 我们现在老实说 现代女性苦 又要带孩子 又要忙工作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妈妈 这一辈挺苦的 因为她们才是 又得闲凉术的照顾家庭 又要求你们 父女能顶半边天 不要做家庭妇女 你们才是 真的是又得 平衡婆媳关系 自己是媳妇嘛 又得照顾小的 又得忙工作 还得面对一个 大男子主义的丈夫 然后等你们 稍微熬出头了 好吗 自己的孩子 对 又开始有了孩子 自己要忙工作 又开始带孙子 真的是很辛苦 而且你们确实是 在那个年代的时候 你们没有办法 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太忙 对对对 现在你有了时间 有了志趣相投的小伙伴 也能够在这一种 群体活动里头 找到自己的位置 感觉自己是被需要的 而不是老是那个老妈子 对吗 对 您觉得有活力了 所以这一切 我觉得都是非常能理解的 而您为什么一定要要求 他只能在全家人快乐之后 才配快乐 为什么只能在 您觉得快乐之后 才能争取自己的快乐 您把太多的事情都认为 理所应当 老婆第一时间得出现 第一时间得给我做早饭 第一时间得给孙子做饭 第一时间得给孙子接送 第一时间得对家庭奉献 凭什么呀 这个家他没挣钱吗 都养成习惯了 对了 所以是您得告别 您的舒适圈了 您得尊重 他真的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他现在想躲开这个家 他真的不是因为 觉得外边的世界精彩 而是因为 觉得家里的世界 他压抑 只要你让他在家里 不压抑 他就不会觉得 外边的世界 有那么精彩 必须得跟小姐妹到外玩了 他奉献37年了 请给他快乐的权利 不要让他的快乐 建立在你先快乐的基础上 才配快乐 好吗 是不容易 老师们都说你不容易 我就不再说了 那倒回头来想一想 他错了 他没尊重您 您有尊重他吗 我觉得如果实在不行 就搞约定嘛 就跟上班一样嘛 排班嘛 两位 实在达不成要一起去看西洋 那就排排班嘛 先磨合试一下 所以我觉得可能退休之后 对于每个人来说 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 想幸福的家庭来说 实际是一次重新上岗 而不是退休 这个大概比年轻时候 找工作还难呢 三十多年了 彼此知道秉性在哪 知道对方哪些改不掉 但是又让我退让 我凭什么退让啊 这比那个更难 您琢磨琢磨 您也别急了 也琢磨琢磨 一起进入真情六成 老婆三十多年 你的辛苦 我是记得心里的 我希望你在玩得 开心快乐的同时 能想想家 咱们过一个正常家庭的生活 我就自足了 劳友所乐 也是我追求和向往的 头三十年 我为家退休之后 我也想找回我的兴趣和爱好 也圆我兴趣爱好这个梦 我也希望你能和家人 能理解 多包容和支持我 如果您把我的兴趣和爱好 都抹杀了 我也可能 要考虑考虑 我一定支持你 当然你得跑跑家 不过家也 好不好 谢谢两位请回吧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看看这对夫妻 做何选择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